本该天真浪漫的年纪 自己家的孩子却总是心事重重 还时不时偷摸着在网上说些特别悲观休息的话 万一孩子做出极端的事情怎么办 被进回龙冠医院的王少李医生 给女子的科学社发来紧急通知 孩子心里出问题 爸妈责任大 孩子心里出了毛病 症状都不同 可他们的父母却都很类似 要么奉行 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好 要么坚持 我得给孩子最好的 还有很多则是 爸妈实现不了的 可就都靠你了 这样环境下的孩子 很容易就不自信 自卑厌恶逆反 甚至和父母反目的都有 不知道怎么和孩子相处 北京回龙冠医院的王少李大夫说了 教育孩子 要四步走 一 听听孩子怎么说 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差 遇到问题时更容易受挫 偷偷抹眼泪 父母放下身段 耐心倾听很重要 二 和孩子像好朋友一样相处 良好的亲自关系 一定是从孩子小时候就开始 少应酬 多陪伴 敷衍了事可要不得 要尊重 不要高高在上 孩子内心的想法 自然愿意与你说 三 简单说教可不要 家庭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 父母言传身教的榜样 才最有用 孩子 就是你的镜子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